首幅方向盤 林先生的遊覽車 清晨六點從宜蘭 載著這一團金香客上路 一路從台北拜到的彰化 晚間要夜宿嘉義 預計晚間七點到達 明早八點再出發 這下可以休十四個小時 但問講說 時間可不代表休息的品質 要停留多久 要休多久 對 是司機自己會控制嘛 對 包括你自己的團制 你的行程 自己排的行程 都是一樣控制的 行程全案表操課 順利的話 晚間七點結束 隔天要趕早六點出發 也沒問題 萬一拖到了晚上九點才到 司機還得按規定 休足十一個小時 就得隔天八點才能夠出發 行程是早就排好的 客人能接受嗎 要出去玩喔 一天如果你要跑兩三個點 你不早出門不往回來 你根本跑不了多遠啊 問家們很搖頭 因為如果全案規定 團體的行程延誤 或者是遇上大塞車 休息的時間拖晚了 隔天排的早早要趕路 卻得等駕駛休息夠了再出發 這可行嗎 怕休息時間不足 挨乏 職業大客車的駕駛已經難找了 要排雙駕駛更難落實 就算請了代班駕駛 司機對車況熟嗎 就怕工時的問題解決了 更大的駕駛風險卻來了 你叫做事機不能開這台車 越危險 越危險嗎 這車是適應人的 不是人你適應車的 你知道這個行嗎 一粒一休已經讓交通業夠頭疼了 工時規定之外又多了休息時間限制 遊覽車從公司到司機罵翻 不但排班更頭疼 更加綁手綁腳 記者彭志明 陳孟輝 苗栗彰化綜合報導